大家好,我是Dan 因为MNET的竞选节目 AidraQ投票造假而被起诉的该节目制作人 昨天被首尔法院判了一年的有期徒刑 法官表示 本次事件严重的回锁了观众信任 GNCP任意改掉投票数据 欺骗了观众以及投票者 因此也出现了很多受害者 被剥夺了出道的机会 而根据报道 这位制作人在以黑影投票结果登上一位的时候 觉得以燕音的形象与出道组不服 就多次任意改掉投票数据 将以燕音给淘汰了 在这个判决消息后 一位网友整理的 以燕音在MNET经历的五年这个贴文 让很多网友们都心酸了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这五年以燕音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燕音在2016年参加了produce101第一季 在某一集 以燕音对没有资讯的团员说了 没关系我是主唱 主舞剑队长 结果被MNET恶魔的剪辑 让观众们对以燕音有了倔强的形象 2016年5月 以燕音好不容易从所属公司投出 进了新的公司准备出道 但是最终因为恐慌障碍而退出 之后又到了别的公司准备出道的时候 接到了idora哥的邀请通知 节目制作人亲自打电话给了以燕音的父母亲 前求能让以燕音参加 而万万没想到 以燕音会从第一个礼拜开始 就拿下投票一位的制作人 从第二周开始就忙着造假投票数据 让排行看起来很自然的下滑 以燕音以为观众们越来越讨厌自己 在参加节目的九个礼拜 一直都肩负着很大的压力 心里一直都在受苦 短时间背了很多歌词的部分 觉得很厉害 除了很厉害之外 没有发现到其他魅力的老师们 没办法 会等待下次的机会 加油 虽然在节目中 只有自己一个人完整的背好了歌词 但是却被淘汰后 搬到别的组去了 之后当时的老师们 用IG跟以燕音道歉 并表示 是制作者让他们将以燕音淘汰的 然后在idora哥最终回 再挑选九个人的节目 先发表了第九位 当时的成绩 很可能会是九位的以燕音 露出了非常失望的表情 然后在最后发表第六位成员的时候 以燕音淘汰了 在这里很惊人的是 以燕音的最终排行不是十位而是十一位 在挑选九个出道成员的竞选 既然让六位十一位对决 等待最后发表的傻眼情况 很多网友们都认为 制作者应该就是想让前级YP练习生 跟以燕音对决来吵话题性 之后因为网友们都纷纷之一 idora哥的造假 证明变得越来越大 Mnet就对以燕音的父母亲说 最晚会在十月份 让以燕音跟几位淘汰的练习生组团出道 然后再发表制作producer48的妈妈舞台 Mnet让以燕音以半舞身份上了舞台 甚至还是在idora哥出道组的后面 以燕音也做过了idora哥出道组的歌曲 罗布帮们的开德 之后以燕音也拜托公司 能让自己参加producer48 但是公司却说 会让你出道的而拒绝了以燕音的请求 然后在一年后 公司与以燕音解除了合约 三年后 以造假受害者的身份 接受了电台的采访 这是毁掉了几次一个人的人生呢 他也不是没有人气 为什么要遭到Mnet这样的欺压呢 真是无法理解 看到那个排行下滑的动图真的很心痛 自尊感真的会下降吧 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的话 能做到这一步呢 对于燕音的经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妈妈母虚音 袜子的秘密 虚音平时常常会穿像这样的卡通袜子 好可爱 有一次虚音表示 我不是很喜欢卡通袜子 但是因为粉丝们送才会穿 我们羚音害羞了 看来真的是喜欢卡通袜子 所以粉丝们就继续送了很多卡通袜子 其实我真的不喜欢卡通袜子 整理下就是 羚音其实真的不是因为喜欢卡通袜子 而是因为粉丝们送了很多 谢谢粉丝们所以才会一直穿 结果看到羚音常常穿卡通袜子的粉丝们 就误以为 啊我们羚音是真的喜欢卡通袜子啊 之后再继续送了卡通袜子 就这样反复了七年 什么都不说 粉丝送什么就努力穿什么 真的是太可爱了 为什么没有说呢羚音 我们当然以为你是喜欢卡通袜子 羚音跟粉丝们都太可爱了 所以 大家喜欢卡通袜子吗 我不太喜欢 好 好 请说